你住在這裡 好幾年了 那一個月租金多少 5500 打開房門僅有一張雙人床 加上一點點活動的空間大小 這間不到三坪 位在台北市萬華區的出租雅房 一個月月租金也要5、6千塊 這是他們的公廁所 雖然空間不大 環境也不至於舒適 但只要一有事出 馬上就會被補上 因為對於需要的弱勢長者來說 以自身年紀的限制 能有空間可以租已經很好了 去幫助我們這些老人家 比較低收的方面 很多間 一層樓大概有20間 很多人就看到老人家他住 就怕他死掉 怕他有事 有時候就是救護車時常來 他們覺得是不太好 根據國發會數據資料 2025年台灣就會邁入超高齡社會 老年人的長期照護需求 已經在急速上升中 但是最基本 十一住型的住卻沒有辦法被滿足 即便是在崔媽媽基金會這邊 刊登出租的房東 也只有大概9%左右的房東 是願意接受弱勢者 然後在這9%裡面又只有5% 是願意接受高齡的長者 所以大概是只有萬分之45左右的比例 是可以接受出租給獨居的老人家 縱觀整體租屋市場 獨居長者們相較其他身份的求租者 還背負許多年齡歧視 儘管政府祭出優惠 讓願意成租房屋給長者的房東 享有房屋稅 地價稅 所得稅等三稅減免 但是在食物推動上還是有困難 一方面是擔心老人家的身體狀況 然後再來是因為長輩的話 因為年齡的關係 他的行動方面也會稍微沒有那麼的俐落 所以他對於自己生活的打理上 也會相較於年輕人來說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很多長輩可能會在居家環境上面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囤積的狀況 或者是不是那麼乾淨的狀況 進一步西看 政府打著居住正義大旗 推動的社會住宅仍具有稀缺性 許多符合弱勢資格者申請設宅 而通常只有其中最弱勢者 能夠順利入住 對於許多獨居長者而言 仍是看得到卻吃不到 甚至有錢的長者 健康的長者 或是生活習慣良好的長者 這些社經條件中的非弱勢 也同樣找不到房子 在五年前大概百分之三十幾 然後一直到五年 在去年我們已經看到 老人家佔的比例已經到了六成 所以可以看得到這個社會上的老人 其實人口是逐漸增加 而且他們租的困難度是逐漸增加 可是在我們看到政策當中 對於老人家的照顧其實並不夠 光是看社會住宅 其實它對於 因為它只有弱勢者是百分之四十的比例能夠入住 是所有的弱勢者都要去搶食這塊大筆 那另外就是社會住宅保住代管 其實它用的就是民間的污源 那民間的污源他們就會有牽涉到說房東的意願的問題 那另外租金補貼我們大家其實自己都知道 就很多都是房東他們不允許 租屋的門檻隨著年齡增加而提高 畢竟超過九成房東不願意租給年長者 但像是這樣的限制租屋者的年齡歧視現象 在法律上卻是一點規範與限制都沒有 還有那個租到房子的比例才會比較高一點 除了房東的意願問題 政府也得要加強出力 才能為租屋市場 最難租屋的族群獨居老人 在尋遮風避雨居所時 擁有更多彈性 謝謝新聞張志安 陳文月台北採訪報導